大家好我是阿湯 那今天终于轮到我们的新家开箱啦 去年的12月中后我们就搬进来了 但一直延到现在呢才去开箱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客厅的沙发进来之后 然后再跟大家慢慢一一的介绍 然后当初因为我们还要买一些家电 像是咖啡机啊 气泡水机啊 或是一些有的没的 反正就是一直在等 然后是等到全部都到齐了 然后一次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呢会先从 玄关跟厨房的区域跟大家先简单介绍 那后续也为了再依据每个区域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单独的开箱也都会慢慢的在做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 其实这不算是玄关 这是我们的格杂 这个部分其实是建商额外送的 不包含在我们的室内品数里面 这边有1.5品的大小是实际的1.5品 然后这个空间在我们社区里面 其实不是所有的HOOP也都会有 它会有区分 那我就不要讲太细啦 格杂的部分呢 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鞋柜一整片 那这个我就不用特别讲 因为鞋柜就是大家都一样嘛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它中间有 中间有个开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孔 那这个小孔你就可以放一些 平常比较容易去拿杂物 或者是像我们有摆一个小小的花 然后在这边做装饰 我觉得就还蛮好看的 或者是家里有骑摩托车 如果安全帽比较多顶的 你也可以放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 然后脚踏车的部分呢 也蛮多人在收纳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像我们社区有人在问说 机车格可不可以停脚踏车啊 或者是汽车的后方可不可以停脚踏车 原则上大部分的社区是不会同意的 除非是机车格你要放脚踏车 可以放两台 那你不能跟机车并放嘛 因为会太占位置 然后像我自己的做法 是我买了一个顶天柱 然后这个顶天柱 其实我觉得还蛮稳的 它一共可以挂两台脚踏车 上下各挂一台 如果以我们这个格杂的空间来讲的话 其实下面再放一台的话 全部最多可以放到三台的脚踏车 在这个位置 都全部是靠到那边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省空间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这边有放了一个 我从淘宝买的回收箱 然后这个有分三层 就是这边有一个两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 就是我们如果回收到可以放到这边 然后如果需要去倒垃圾的话呢 它下面有轮子 然后就只要打开轮子之后 然后就可以整个退去支援回收厂 因为现在轮子是锁着 所以我推不动它 好 这是我们的格杂区域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格杂区域可以去运用 那当然我们就变成有点像是 双玄关的概念 所以接下来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真正的玄关在哪里吧 这边呢 实际上是我们进门之后的 实际上屋内的玄关 所以正常的话 你应该是门进来 就是这个区域 而不是有那个格杂 然后这个区域呢 原本这边是没有那个镜子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一片的大片的背面是没有东西的 然后小片的这个呢 打开之后里面是我们的电箱 就总开关那些啦 然后还有 键上它有把网路线那些的设备全部集合在这里面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 像我装完电器那个小乌龟 那他们当初来安装的时候 我就是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再沿一条线到那边去 接无线的路由器 就做WiFi 然后进来呢 我们本来正面墙想了很多东西 在想要不要放收纳 或是在想要不要做柜子 之类的 想了一大堆 最后呢 我们选了一个 就是用这种 类似漂流木做成的那种 衣架 就是可以挂衣服的 吊衣架 然后这个还蛮好看的 这也是淘宝买的 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今天介绍的所有东西 就是在淘宝买的话 都会附上购买连结 然后给大家去参考 如果你有想要购买的话 这个有各种长度 像我们买这个是90的 就还蛮够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这一边 原本我们玄关进来呢 在原本的设计里面 是没有正面墙的 这个有些墙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 觉得这个空间运用如果直接当进去的话 有点浪费掉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隔起的一个L枪 然后这个背面里面当然有应用空间 我们等一下会带厨房的时候会带到 那跟大家讲一下 像这个图画啊 这个我们当初有在想这边挂画 挂什么画也想了很久 然后后来这幅画呢 我们也是从淘宝那边去买的 但很有趣的是像 这种地图啊 的画 它是客制的嘛 像上面这个看到这个 是我们桃源市的地图 然后是整个航空城的区域这样子 然后这个定制的话呢 在淘宝 下面的名称 我们可以去客制 可以写地名在上面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写 陶苑 然后台湾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 of china 他才可以愿意帮你记 因为他说他们那边会有法规上的问题 我不确定到底会怎么样 因为包起来其实看不太到 但是他们就是不想做 就是怕被抓吧 所以呢 我们最后跟淘宝店家讨论很久之后 把这边改成经纬度 陶苑的经纬度 这边再打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然后最后通关他就让我们做 才记给我们 然后后来这边放一个这个六角的洞洞板 这六角洞板也是淘宝 就是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这是木质的 这个是木质的 然后他附的原配件呢 标配就是有两个藏板 然后这个挂钩上去之后 然后还有五个 小圆柱的那种叉烧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挂钥匙 之前旧家是用那种磁吸的 但是我觉得磁吸会有个问题是 如果你有磁扣 或者一些像 勾勾的那种钥匙 会比较有那种磁力的问题的话 怕久了之后他可能会消磁 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这次是选用这种挂钩式的 然后下面我们也做了一个柜子 可以再做收纳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次的 新家设计比较偏收纳倾向 就做了还蛮多可以收纳的空间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L墙就是这里 我们把这边隔进来之后 他就不会这样一直进来 直接看到冰箱或什么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 一进家门看到你的冰箱 因为就封水来的时候是彩库嘛 就会不喜欢这种直接建彩库 定做会比较不好 但我们其实没有迷信封水 只是我们觉得刚好隔这个L墙 这次设计是跟我们建议的 他觉得这样隔起来的空间感 可以运用比较好 然后我们后来想一想 刚好也可以在这边 挂上我们的吸尘器 这边再用一个小小的六角洞洞板 这个六角洞洞板呢 是跟刚刚门口看到的 六角洞洞板是同一家的 只是刚刚那是大片 然后这个是小片的 然后一样就可以在这边 放卫生纸啊 饰紫金或是挂一些东西 吸尘器这个我之前 有在部落格开箱过 那我一样就是会附上我的连结 然后再来这个是拓牛的 自动打包垃圾桶 那我之前有开箱过 这一个的方形板 T1 然后这个是T3 是比较小型的 比较窄瘦的 这次呢厨房呢 我们有加了铁位 就等下会跟大家介绍 有加了铁位 所以没有出鱼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垃圾量会变少很多 所以像这个感应的 然后再加 按了两下之后 它会自动打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 那T3就是小型款啦 所以我之后也会 再针对T3这个小型款 再去做一个开箱 在资讯栏的部分 我会附上大的 T1的垃圾桶开箱 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自动打包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呢 冰箱这个旁边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藏了一个零食柜 就是把一些小东西 或是像泡面 饼干 然后一些洋葱之类的 我们就放到这边来 然后就可以 很巧妙地用这个空间 然后这个呢是 真空保鲜桶 这个东西我之前在 应该是淘宝特辑 某个淘宝特辑里面 有介绍到过 那这个我会一样 分享连结给大家 然后冰箱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大家应该有问 想问冰箱为什么要选 Panasonic 其实我们旧家是用 HITACH日历的 原本我有想说 可以继续用日历 或者是选其他品牌的 或是LG之类的 然后Panasonic 原本不在我的名单里面 并不是说Panasonic也不好用 我们当初建商 它有送我们那个提货卷 然后是送我们 一个冰箱跟电视 那因为电视我们用不到 旧家搬过来 所以后来冰箱 我们就是利用提货卷 然后去换一台 比较高阶的这样 但是用了之后 发现一些Panasonic的冰箱 还不错用 但这个我不会再开箱 就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比方大同小异 就是冷藏冷冻 然后真空保鲜跟治病 然后厨房区域呢 就是我们之前想了很久 想要的那种 中岛开放式厨房 有人不喜欢开放式厨房 是因为怕油烟会串过去 可是是因为我们自己煮的菜 都是偏比较清淡 然后比较不会有油烟上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中岛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想要 再浪费一个空间 放一个餐桌 然后再有一个中岛 这样会太浪费 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就是 将中岛跟餐桌是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像我们有坐的那个椅子 像一般椅子 大家可能会选比较高脚 但我们还是选了长凳 但有一个问题呢 长凳你发现你去买的时候呢 会找不到高度 可以有55公分的 一般长凳大概都在 40-45公分 或是以下 然后你就找不到55的 通常中岛90公分的高度 大概要做55公分 你才有办法做的比较刚好 所以这个长凳 其实我们也是去订做的 但是我们也是去看了 某个品牌的长凳之后 然后交给可以定制家具的公司 然后让他去订做这个长凳 可是就贵很多 价格大概多了两三倍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大家如果想要做长凳的话 可以去考量一下价格的部分 那电器柜这边呢 上面这个不用介绍 这是微波炉 但是这一颗其实 询温度还蛮高的 它是绘合谱的 然后它做的造型是做这样子 有点正方形的感觉 就是下面才是按钮 一般是面板 然后按钮在侧边嘛 这是一般的微波炉 然后它是做成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省空间 因为通常你电器柜的宽度不会太宽 所以如果你是横向的话呢 通常你右边就放不了东西 用这个之后 然后旁边还可以放一个热水壶这样 所以就蛮方便 然后这个是小米热水壶 Philip的气炸锅 我在气炸锅特辑里面讲过 然后这个是小米的煮饭的电子锅 然后电器柜上下呢 还有多一个收纳空间 下面我都是收汤包的东西 跟一些瓶瓶罐罐 然后上面就是 这个是松饼机 那如果你对于哪一个东西 比较有兴趣 需要我再做一个详细开箱 然后再跟我讲 然后我就有一一再跟大家介绍 然后这边橱柜呢 就是一整排 r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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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必用特别介绍 抽油烟机跟瓦斯乳呢 我都是选零内的 当初建商附的型号是比较低接一点的 然后我没有用 后来我就直接去掉 然后都直接换成零内的 可以在这个宽度放下去最高階的版本 像松�imin他那时候附的那个 油烟没有抽的很干净 刚进来 сор初菜 油烟真的是中到靠언 我真的是快疯了 然后后来我就是没多久 我就直接活速把它换掉 它那时候附的那个油烟没有抽得很干净 刚进来的时候煮菜 油烟真的是中到靠北 我真的是快疯了 然后后来我就是没多久 我就直接活速把它换掉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都算便宜 但是而且长期用的话 还是需要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因为刚刚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朋友早上原本月就要来啦 就刚好到了 所以现在会听到很多很多杂音 那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介绍 好那重点呢 我们在这边呢有放了一个 这个是刀具砧板的消毒器兼收纳 包括两片砧板 这是一起的也是淘宝买的 然后是我老婆找到的 然后这个呢 旁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去烘干跟消毒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而且它的砧板还不错用 然后再来我前面有讲到我们垃圾桶 选用那个比较小的呢 是因为没有出鱼了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下方 装了一个出鱼机 这个呢台湾有卖 国外也有卖 那我是从国外买的 国外买比较便宜 这个我等单独开箱之后再跟大家讲好了 反正铁味的它的功能就是 把出鱼进入下水道之后 它会把它搅得很细 然后跟水一起冲下去 那就不需要把它出鱼 搜集起来倒 这个我觉得很方便 那这个我之后会 单独的跟大家开箱 以及介绍怎么买比较划算 然后这边呢是洗碗机 这个呢其实我们当初也是有点笨 一开始我们也是请舰商 帮我们装BOX的没有错 但是那时候没有去想那么多 就觉得洗碗机应该大同小异 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在烘干的部分 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 所以我们后来洗碗机 完全没有充电使用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把它卖掉 然后换了一组 BOX现在能买到最高阶的版本 是有费时的版本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之后也会跟大家介绍 这一台的详细功能 以及它的价位会在哪边 那中岛这个小区域呢 这是我前面讲的 我们等了很久了 像这个咖啡机国外买的 这个台湾也有带领 可是价格差很多 然后这个是电动气泡水机 这个台湾有卖 然后是直接台湾买的 SodaStream的 然后这边呢是RO的饮水机 因为我们不想要让它结合在水槽那边 因为很多人都会结合在水槽那边 那会有个缺点是 水槽因为你很容易去泼到水 用久之后下面金属的地方 很容易发霉 或是会有一些 很脏污很难清 那你若是用在这边 独立使用饮水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然后我选用的是我之前 舅家就有买过了 就是Coreway的RO饮水器 然后这个好处是它不用插电 之前有买过另外一家 需要插电的 那基本上它烧掉一次之后 里面胶味留了很久 然后一直到修了 大概不知道无数次之后 还是修不了 就还是都会有那个胶味 所以我后来整台就把它丢掉 换了一台不需要电的 我觉得以后就不会有那种 所谓基本烧掉的问题 然后顺便换成了RO 然后RO我们去试了好几家 就是Coreway的RO真的还算不错喝 就是以各家综合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算是好喝的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 三层柜的收纳空间 上中下各放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颗HomePod 那这是我之前用来结合 我们家HomeKit所有的 智慧家庭用的 那这我之后会跟大家单独介绍 智慧家庭你可以去做哪些结合 再来你看到这边一棵树 就是我老婆最近封在种植物 所以我们家校处都可以看到 她选的一些植物 那这个等一下可能有些画面都可以带到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就是 玄关以及厨房这个区域 接下来会介绍像是我后方的后廊台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结合了茅屋的设计 以及我们的客厅跟卧大区域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啦 那我不是派电阿拉哥 下期再见咯 拜拜